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7月13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要揭穿一個嚴重的防疫漏洞 加上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漏洞 就是在深圳灣口岸 竟然出現每月有150個確診者 即場是核酸檢測確診 但衛生署竟然沒有指示他們怎樣隔離 甚至要求他們自己乘巴士回家 在此我也會和大家直擊一宗近日的確診個案 而這個確診人士甚至上了一個滿客的巴士離開深圳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民主黨在未來7月16日 打算搞一個慈善晚宴 打算為他們的政黨籌款 而這個晚宴在疫情超過三千宗的情況下舉行 這個會否違反防疫政策 而他們籌款的目的又有甚麼呢 稍後會和大家踢爆更多關於民主黨的醜聞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 必須要和大家揭露一下 就是在今天有媒體踢爆 在深圳灣口岸竟然有大批確診者出現 但是沒有人理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 在昨天1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根據過往數據顯示 每天深圳灣口岸有不多於五個人 即場核酸檢測呈陽性 或是不確定 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 如果要經過陸路到內地 必須要離境前出示48小時的核酸證明 而過關前需要再次做快速的核酸檢測 陰性者才會放行 如果核酸檢測是陽性或是不確定 一般會視作普通陽性個案處理 亦會提供健康指引 這類人士亦需要點對點的方式離開 而歐家榮又續指當局會跟進相關的個案 核酸檢測呈陽性需要網上情報他的個案 情報後會發出檢疫令和隔離令 如果患者不適合家居隔離 便會安排他入住社區隔離設施 此外陽性患者如果沒有情報個案 當局也會主動聯絡患者要求提供資料和接受隔離 貌似聽說這個防疫政策很好 成功地找到關口核酸檢測陽性人士 老實說現在每天有幾千人湧上深圳灣 打算回到內地 無論是自己家裡的東西 探親或遊玩都有 但對於核酸檢測陽性這件事 雖然我們聽衛生防護中心說好像很好 做得很完美 但事實上管理上或實際操作的人員上出現了極大漏洞 在今天下午時份 香港01的記者直擊報導 說他們去到深圳灣口岸看 發現有核酸檢測呈陽性人士會被安排帶上紅色手帶 然後這名確診人士需要回家隔離 但中間出現了沒有人理 沒有網管 甚至任由他擦手帶的情況 在這次的個案中 香港01完全直擊了一名人士楊先生 他本身打算和同事回深圳工作 經過深圳灣口岸回去 不過因為職場核酸檢測呈陽性未能過關 而衛生署職員叫他在核酸檢測等候區進行申報 期間有不少過關市民在他身邊擦身異過 當中包括小童和長者 而衛生署職員只是向他派發有關的確診資訊宣傳單章 叫他自己進行網上申報 甚至叫他自己想辦法離開 這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楊先生在記者直擊的情況下 他被困在深圳灣口岸 扣助無門 困了一個半小時 這一個半小時他可以自由進出 自由去任何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見面 甚至這名楊先生明知自己確診的情況下 他是脫下口罩喝水的 而在他身邊經過的人士 就有極大的感染風險 首先大家不知道他所感染的病毒是最原始的 Delta、Omicron 還是BA.2、BA.3、BA.5 完全不知道他是甚麼病毒種類 他的傳染力是怎樣 完全沒有人知道 但最慘的是 衛生署在關口設立的核酸檢測中心 為何可以知道有陽性患者 但沒有一個統一安排隔離 又或者送他離開的方式 這個絕對要罵罵上屆政府 原來這個情況在上屆政府已經一直出現 根據資料去看 平均每個月在深圳灣口岸的核酸檢測中心 都會有150人左右確診陽性 而這群確診陽性人士 需要自行坐車離開 這就是為何我們在香港經常罵罵上屆政府做事做得不好 今次我們新任的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上場後 我們看到有很多轉變 我不知道今次的情況盧崇茂知不知道 但我期望盧崇茂局長在知道這個情況後 要立即跟進解答市民的一個憂慮 在今次的事件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記者直擊了這名楊先生 他不單止在這一個半小時裏面 沒有人理他 他還可以自由走動 而且還要脫下口罩喝水 事後這名楊先生更加乘坐巴士離開 而這個巴士是滿座巴士 他乘坐了B3X的一個巴士去屯門市中心 乘坐巴士離開 而其間他會不會接觸到其他人呢 他會不會感染到巴士上的人呢 這不單是我們社區漏洞 更加是我們國家安全的漏洞 一直以來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希望祖國可以開關 讓我們香港人可以回到內地 現在我們看到盧崇茂醫生 盧崇茂局長 他在成立紅馬 黃馬 綠馬這個情況下 可以和內地接軌 有機會是因為用了這個馬 導致我們在有確診的情況下 也可以自由進出內地 但是反而這些在關口 確診了陽性沒有人理 有機會感染身邊的旅客 而那些旅客由於他們剛剛準備回到內地 已經在關口 而他們回到內地隔離的時間 有機會才剛開始感染 還未病發甚至核酸檢測驗不出 這樣如果他們在內地的社區流出去的話 就是我們香港引致內地的疫情大爆發 我們香港有甚麼是非 老實說 你問我 這件事上最大的責任 絕對不單止在確診患者 確診患者有他的責任 要用一個最安全的方式 點對點的方式離開 但是 衛生署的責任是最大 甚至比確診患者更大 確診患者在關口 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他當時亦都想不到搭甚麼車 你想想 乘的士 會感染的士司機 乘抗疫的士 Sorry 抗疫的士 不可以在那裏叫車 然後乘的Uber 乘的Uber又會感染到Uber司機 你上車好不要跟司機說我是一個確診人士 你說了司機又怕又不接 他唯有乘巴士 乘巴士感染的人更多 這個就是 無可避免一定會感染到其他人 這個就出現問題 你竟然可以衛生署明知道有個確診人士 但是沒有辦法將他隔離 亦都是阻止不了他去播毒 一定傳染到 為何你不提供的方法 在這裏我有個小小的建議 我希望政府在深圳灣口岸 既然你設立一個職場 可以知道結果的核酸檢測中心 你更加應該要設立一個職場的方艙醫院 又或者是附近 設立一個職場的隔離點 是讓那些確診的患者可以即時乘車離開 去隔離中心或者回家隔離 但其實回家隔離已經不是一個好事了 他應該是要 去隔離 而最重要 他關口那裏有派這個紅色手帶 去識別他一個確診人士 是給楊先生的 但是楊先生竟然可以自行拆除了這個手帶 這個手帶是否也是廢的 既然可以拆除的手帶 帶來還有什麼意義呢 沒錯 人有時候我們要互相信任 但是之所以有法律有警察 就是因為人本身會有自私的一面 而如果楊先生不拆除這個紅色手帶 他連車都搭不到的情況下 衛生署又要他自己想方法離開 他就被迫拆除這個紅色手帶 而這個情況就是衛生署的辦事不力 在此絕對要嚴厲批評一下 沒有理由可以任由一個你明知 已知他是確診人士 被他的社區感染走 他還可以感染一些過關的人 假如如果那個人是有反社會人格的 他在關口那裏 他確診了之後 他脫下口罩周圍噴 噴到全部都是病毒 老人家小朋友全部都會中招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懇請衛生署 懇請我們新任的局長 勞重貿局長 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市民對於新政府的期望很高 亦都看到勞重貿局長做事很快 現在既然出現漏洞 我們明白這個漏洞不是新任政府所造成的 這個漏洞是舊有政府已經存在 而這個漏洞可能是沒有上報到 連局長自己也不知道 現在知道的情況下 是否應該要馬上去修補堵塞這個漏洞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要說說民主黨 很久沒說他了 他的元老都在坐牢 然後很多好像三百眼那些都進去 然後許智峯這些走的路 民主黨就連續兩年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辦法搞這個籌款晚宴 他們早前也嘗試過想搞 但最終因為疫情也是取消了 現在最新消息指 他們7月16日 也即是三天後 將會成功舉辦這個籌款晚宴 大家知道這些民主黨 以往如果不搞籌款 基本上沒有問題 但他們的金主水喉又斷了 現在被迫不是賣花 不是賣花是賣藝 不是賣藝就是搞晚宴 去籌款 去騙錢 這次民主黨的籌款 他們就表示 他們沒有一個最終籌到多少錢的目標 打算籌得多少得多少 讓他們繼續徘徊在死亡邊緣 不用直接死亡 但當然民主黨過往惡恨很多 如果你是一個想參加民主黨晚宴的朋友 你真的要小心 在此我也收到 有粉絲向我爆料 整合了民主黨在過去這幾年 他們所做的惡恨 首先關於抗疫的情況下 民主黨是多次抹黑政府的抗疫 民主黨是曾經指出安心出行 是會剝削市民生存的基本人權 更加質疑政府不斷擴大安心出行的使用範圍 或者會導致個人資料 從這個程式外洩 完全是違反而反的 大家知道安心出行這件事已經完美地很好用 亦沒有資料外洩 他們當初在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所說的這些論點全部都錯了 全部都站不住 好了 民主黨在2022年1月25日公佈了一項 針對政府防疫抗疫政策的民意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 有65%受訪者 是贊成香港應該與病毒共存 比起兩個月前的42% 增加了23個百分點 然而 上述這個民調 只是用電話錄音的方式 隨機抽樣 去問603名香港市民 603名 這個到底是隨機抽樣 還是無剪做問卷 大家心照 603名 老實說如果你作為一個專業的民調機構 700萬入面 你去問603人 怎會有認酬性 怎會有一個很準確的結果 至少我相信在看影片的朋友 我們幾萬位的觀眾 都沒有 收過這個電話去問我們 如果有的話 我想結果已經完全不同了 而這個所謂的民調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 他是為了抹黑而去做的民調 不是真真正正想我們香港好 真是有一個民意出來的一個結果 而不論是外國還是本港的數據也好 都顯示接種疫苗 是可以有效減低感染之後的重症和死亡率 所以政府推出疫苗通行證 用來增加市民接種疫苗的誘因 但是民主黨就故意醜化這個德政 就說疫苗通行證只是用來懲罰一些不接種疫苗的市民 逼他們承受不合理的代價 意圖煽動市民反對政府 事實上疫苗通行證打了疫苗為己為人 為何不好 為何你一定要這麼硬頸說自己不要去打疫苗 是不是你真的想中了一招之後死亡才開心 很明顯小黃人有時候在這些位置就是明屈 明老屈 民主黨一樣 而民主黨除了抹黑抗疫之外 亦是多番勾結境外勢力 民主黨勾結境外勢力的途徑 沒有因為港區國安法的生效 所以而收斂 他們是明目張膽地去做拓展海外的聯繫 利用國際平台繼續進行反中亂港的工程 許智峯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在2020年的11月 就走了去丹麥 其後宣布流亡海外 亦聲稱退出民主黨 但事實上 流亡期間 許智峯積極參與在英國和澳洲所舉辦的演講和政治活動 數以十計 亦不時接受美國 英國 澳洲 紐西蘭等媒體訪問 內容最主要是抹黑香港的現況 以及呼籲各國制裁香港的官員 而劉慧卿的元老級人馬 亦在疫情期間離開香港去德國 聲稱自己是去旅行 但當時他強調自己會回來香港 但他去歐洲期間 正直是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 討論香港的議題 過去他一直有積極在這個議題上 發聲 抹黑我們中國 抹黑我們香港 亦曾經多次親身出席會議唱衰香港 而今次所謂的歐遊旅行 他相信只是打著旅行的旗號 實際上是做一些勾結的工作 劉慧卿一直在黨內主打國際上的聯絡 加上近年和德國駐港的人員過來甚謊 相信這個此行 這個行程是會見當地的政治人物 爭取機會抹黑香港 而另一個人李永達 在2021年8月更加背棄他的黨友 離開香港去英國 亦揚言會去加拿大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台灣等地 進行聯絡的工作 拓展國際線 支援香港的民主人士 請求繼續策劃亂港的行動 這就是李永達走路的原因 而李永達曾經在今年6月4日的晚上 參加美國反華團體 一個叫做 香港民主委員會 所舉行的六四足光晚會 網上討論壇 惡意去詆毀國安法破壞香港的集會自由 亦都鼓吹 那些潛逃了的黑暴 那些人和海外的組織加強聯繫和合作 這就是民主黨的人出來後 他們背後的容易和一直的做法 如何反中亂港 而民主黨除了反中亂港外 亦舉辦過多次反華的飯局 他們民主黨作為元老級的反中亂港份子 充當外部勢力的代理人 策劃反華的行動 民主黨的元老李永達 李柱銘 多次被傳媒拍到 和和港四人幫的黎智英 何俊仁 陳方安新等等就默匯 加上李柱銘在入面 剛好和港四人幫起齊 而2019年6月 黎智英在台灣回來香港後 馬上急急召見 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 和前主席何俊仁 李永達等等 就去到他家裡默匯幾個小時 2019年8月3日 旺角發生暴亂的時候 黎智英 李柱銘 陳方安新 陳日君 和黎智英的 所謂不知助手還是老闆Mark Simon 就和一個外國的神秘男子 在中環的一間米芝蓮餐廳搞慶功宴 黎智英 亦都在2019年8月31日遊行前 又再吹雞 吹李永達 李柱銘等人 到他家裡的大宅聊天 到底831事件有沒有他份參與 這也很值得懷疑 黎智英在2020年2月 因為涉及到2019年的非法集結案 被捕保釋後 當晚就立即約了那群人 又是同一群人 李卓人 何俊仁 李柱銘 李永達等等 去到西環一間餐廳 聚餐想辦法 民主黨在三天後的宴會 到底是一個普通宴會 還是在篩選哪些人適合做反中亂港人士 哪些人適合資助反中亂港 是不是真的這樣 答案顯然異見 而民主黨多年來被揭發 持續收受黎智英的黑金 超過五千萬可以說是大金主 亦都可以解釋到 為何每次香港大型示威前 骨幹成員要和黎智英密會收受指令 而黎智英作為反中亂港的漢奸 他成為外國的代理人 甚至可以被視為CIA的一員 我們已經提出他的關係 而民主黨任何人和他站在一起 都有機會違反國安法 甚至成為國安處被調查的對象 所以千萬不要亂參加這些 甚至捐款給民主黨 身邊有些人如果一直支持民主黨 你也呼籲勸他 不要捐款 危險 一會兒被人誤會你是反中亂港 被人誤會你是漢奸 被人誤會你是危害國家安全一份子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致這邊請分享 なん700不要亂 有關 致這邊請的 咯 启咯 咯 启咯 启咯 启咯